有这么一个人 14岁从股票经济行营业部的小伙计做起 15岁靠着他的全部家当5美金 赚到人生中的第一个1000块 1929年在美股大崩盘时做空 赚取了超过1亿美金的收益 你要知道 当年整个美国的税收才42亿美金 他一个人就占了42分之1 跟一些小国的总收入相当 按照Dollar Times的数据 这笔收益相当于今天的15.03亿美金 他拥有全纽约最豪华的办公室 位于第五大道730号 还有四人专用电梯 他的一生破产四次 却屡败屡战 被人们称为华尔街大空投 在他人生的高光时刻 连JP摩根都求他收手停止做空 不要让整个华尔街陷入崩溃 那一刻 他感觉自己就是上帝 他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主人公 资本市场的传奇人物 杰西·利弗莫尔 大家好 我是王一时 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么一本书 股票大作手回忆录 我相信很多金融行业的朋友都看过 这本书是我2014年刚到北京时 一个朋友跟我推荐的 说他自己把这本书反复看了好几遍 每次都有新收获 我那个朋友当时刚从北京某高校毕业 半路书家做机会交易 勤奋 天赋 加上运气 很快就在北京全港买房 后来成立了自己的私募基金 他的导师也成了他基金的LP 不过话说回来 这本书我一直没有看完 这两天终于抽时间把它看了 原作者爱德温勒飞福 翻译是丁盛元老师 写的实在是过于好了 这里面有大量的细节去描述当年金融投机史上群雄逐鹿的场景 你仿佛能亲眼目睹主人公杰西利弗莫尔 极端对立的人生 他凭借着天赋 努力和自律 一步步走向巅峰 又因为人性的弱点和市场的陷阱 亲手把自己推向地狱 看得我血脉膨胀 虽然杰西在上个世纪就已经过世 但是他的交易方法论 即便放在当下都没有过世 依然有很多人追随他的脚步 话不多说 我们进入主题 1877年7月26号 杰西利弗莫尔出生于马萨诸塞州 父亲是个农民 母亲是家庭主妇 虽然家境贫寒 但是杰西从小就展现了过人的数学颠覆 他在学校一年时间就完成了三年的学业 尤其擅长心算 14岁年 杰西的父亲要求他辍学 子称副业当个农民 杰西死活都不愿意 他显然不甘心 一辈子都跟天立的农作物打交道 他想要继续学数学 将来靠自己的本事吃饭 还好 他的母亲心疼儿子 瞒着父亲塞给杰西五美金的盘战 偷偷把他送出小镇 于是 杰西就去了波士顿 一个距离他们家大概24英里的繁华都市 他找了家证券经纪商 叫做潘恩韦伯 去那儿当一个专门擦写黑板的小弟 因为当时的股票价格都是靠人工写的 他每天的工作 就是爆出股票的实时价格 然后把它写在黑板上 一周的公司是五美金 前面我们说过 杰西从小对数字就非常热爱 而且他对数字很敏感 记忆力也很好 所以虽然工资不高 但是这个工作对于杰西而言就是天堂 每天就这么抄价格 逐渐的 杰西就发现股票的价格变化很有意思 所以他就专门拿出一个小本子 工作之余 就把这些数字给记录下来 晚上研究股票的变化规律 15岁的时候 机缘巧合 他被同事怂恿去对赌行交易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对赌行的英文叫做Bucket Shop 最早起源于1820年的英格兰 本义是水桶店 当时酒吧里的客人喝完啤酒后 往往酒杯里面还会剩有一些渣渣 然后就有人专门收集这些剩啤酒 把他们装到一个大桶里 这样买不起啤酒的穷人们也能喝上几口 后来Bucket Shop就专门用来形容金融行业里的一些地下经济商 他们的客户一般都是一些没有什么本钱的人 而对赌行只要收一点点的保证金就可以交易 客户在他们那下的单子 对赌行并不会真正的报给交易所 而是自己直接吃下 靠着高比例的手续费和不透明的运作机制 对赌行赚的盆满钵满 你只要把它理解成一个有人做庄的赌场就可以了 可惜对赌行碰上的却是杰西这样的天才 他每天中午去对赌行下注 第一单利润就是3.12美金 很快他在对赌行的收入就超过了本职工作的收入 所以杰西干脆辞职 全身性的投入交易不到一年时间赚了1000美金 相当于今天的2万美金 你想象一下 如果自己15岁就赚到14万人民币 你的心情应该会很激动 对吧 杰西也是这样的 他拿着这些钱回家给母亲看 本来以为会得到夸奖 然而他的母亲却把他大骂了一顿 认为这些钱是靠赌博赚回来的 杰西生气地反驳说 这不是赌博 是头七 后来杰西回到了波士顿 继续在对赌行扮演着移动收割机 一来而去 各家对赌行的老板就都知道了这好人物 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他们一串气纷纷将杰西拒之门外 不做他的生意了 所以杰西就用化名 继续溜到其他偏远的对赌行去摸鱼 等到20岁时 他的个人财富就已经达到了1万美金 但是放眼整个波士顿 再也没有哪个对赌行能够容得下他 此处不留业 自有留业处 杰西一不做 二不休 搬到纽约 开始在纽约证交所买卖真正的股票 他十分努力 半年内就把家当输得一干二净 最后不得已问经纪公司借了500美金 灰溜溜的回了波士顿 后来又赚了1万美金 杀回纽约 我跟大家说一下历史背景 1900年左右的美国是什么样一个状态呢 当时美国正在经历第二次工业革命 举国上下 钢铁 煤炭 纺织 铁路 等等行业迅速发展 美国占了全世界工业生产的24% 其次才是老大哥英国 19%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终确立 美国率先带领人类进入电气时代 实体经济产生大量财富 这些钱就涌入了金融市场 让美国股市迅速发展成熟 这一切都给了杰西兴奋作浪的机会 1901年 杰西买入北太平洋股票 大赚 资产暴增到5万美金 不过美国多久 它又破产了 它因此消沉了6年 这段时间 它也在不停地交易 有赚有亏 但总的来说是赚的 杰西不断地在失败中吸取教训 对市场的判断也越来越成熟 直到1907年 在股票市场依然火爆的时候 杰西观察到信贷环境在紧缩 银根也收紧得厉害 它隐约地闻到了熊市的味道 于是提前大量做空 果不其然 没过多久 市场就如同它想的那样 迅速崩溃 杰西一天之内就赚了100万美金 而且这次危机空前绝后 不光股市在崩盘 整个美国的金融体系 都在迅速瓦解 纽约的所有大银行 都处在破产边缘 当时的华尔街大佬 JP摩根出手就是 引导银行业合并 并且请求杰西停止做空 当听到前辈JP摩根 竟然亲自请求的那一刻 杰西感觉自己就是上帝 他被摩根说服了 开始平掉空单 并且转而作多 带动了其他华尔街的 一票人一起买入 市场逐渐恢复了流动性 这次金融危机 杰西不光斩获了 300万美金的收益 还被很多人视为英雄 因为美股崩盘本质上 不是杰西造成的 而是整个市场 已经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杰西不过是观察到了这个趋势 并且用真金白银 实践了自己的判断 但是选择什么时候收手 是需要觉悟的 大家有时间的话 可以找克里斯贝安 贝尔主演的大空头看看 就能够体会到当时 杰西收手时的心境 赚了这么多钱 杰西当然很得意 这让他跨入了更高的财富阶层 为了模仿自己的偶像JP Morgan 杰西花了20万美金 买了一艘游艇 每天出入高级俱乐部 不过这样的生活成本 是极为高昂的 为了维护这种奢华的生活方式 杰西又开始下海交易 人算不如天算 本来杰西一直按照 自己定的规矩交易 以色偶然的机会 他违背了自己的本心 听从了棉花大王 薄西托马斯的建议 做多了棉花期货 结果惨被套牢 短短几周时间 杰西不光赔光了 之前赚了所有本金 还在外面欠了 100万美金的债 1915年 没过上几年好日子的杰西 宣布破产 从云端跌入谷底 就是弹指一瞬间 不过杰西并没有被打垮 他向一个经纪商 借了少量本金又从头开始 由于经历了前期的惨痛教训 杰西对市场的领悟 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仅仅过了不到两年时间 杰西不光还清了所有的欠债 手里还多出300多万美金的收益 什么叫杀不死你的 让你更强大 这就是 在这之后 杰西的交易事业越来越顺 40岁时 他跟前妻离婚 娶了比他小18岁的年轻演员 多罗西 生了两个孩子 杰西名气大正 富有多金 游走于上流社会 加上媒体鼓吹报道 大家都知道了 华尔街里有这么一号人物 多次破产还能绝境焚身 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交易奇才 大家都指望着 能够从杰西的直言片语中 看到一些投资的门道 杰西也顺水推收 组建公司 雇佣了60多个员工 年收入以千万美金计 那是杰西一生最得意 最顺风局的时刻 1929年 杰西又在股市闻到了和1907年股市崩盘 相似的味道 他思考仔细后 又决定开始做工 这一天是10月29号 史称黑色 星期二 所有投资者在市场崩溃中 痛苦哀嚎 然而杰西却从中赚到了 他单笔交易获利的极限 整整1亿美金 同时他还吸收了以前的教训 成立了千万美金的家族信托基金 来保证他的日常生活 不会因为事业的破产而受到影响 这个家族基金 后来还成立了利福摩尔证券 雷军的顺微资本腾讯 都是利福摩尔证券的股东 不过这些都是后话 虽然财富上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但是杰西的家庭生活 却开始崩溃 因为杰西总是在外边沾花惹草 他的娇妻多罗西沉迷于性酒 最终和杰西离婚 不光带走了两个孩子 还廉价地卖掉了 他们一起生活过的别墅 以及杰西送他的珠宝 把杰西所给的财产挥霍已空 短短几年 面对家庭打击 和美国证券行业逐渐收盐 杰西交易越来越不顺 1934年3月5号 终于杰西再次破产 1940年12月28号 杰西在曼哈顿荷兰雪梨酒店的 衣帽间饮淡自尽 想念63岁 他人生的终点 就是给妻子留下一份八页的遗书 杰西利福摩尔的一生跌宕起伏 他领悟到市场 总是按照着最小阻力的路径演变 真正的利润来自于总体市场的趋势 他在一次次的破产中 从赌徒变成职业的交易者 人生高光时 一日获利过亿 人生至暗时 倾家荡产 如果说我们能从杰西的故事中 学到点什么 那就是永远要对市场有敬畏性 人生总有春分得意 马蹄急的时候 但总归要给自己留条回家的路 好了 以上就是这支视频的全部内容 我在后面附上了杰西利福摩尔 留给后人们的交易心得 我是王一石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